詩編73篇講到詩人看見惡人很順利 心裏有困惑 為何會這樣 最後看見神其實是公平的 最主要講到神的聖程是公平 我要將清晰簡單說出來 令人很深刻的印象容易記得 神的聖程是當他見到惡人的不好 神是一定定義追到他的惡人 聽神的話的人怎樣跟從神 神是定義一定祝福他的 這個就是公平一個字 公平一個字就會變成你聽完 怎樣公平呢 如果我用很長的時間去講 你又聽完就好像有很多東西 哪有是呢 我就將它 summarize 在香港就學英文 其中一件事我們做就是 將一段長的東西全部總括 限字數很簡單說出來 這個就是將那個意思總括出來 同樣我想說的是 我們講這個神的聖程都是會這樣 就是由這篇詩篇 所以我們有了這個結論 自己有這個結論 看聖經裡查出來 有這個結論 在我心裡很清晰這件事 惡人雖然好字體上是順利 但是神是一定知道 神一定追討 祂是走不掉的 神不會容許惡人犯罪 而沒有受到他的報應 雖然他外面可能有財富 但是神一定追討 其實我們眼看見都會有些人很有錢 但是他的生命有不同的痛苦 而屬神的人 神一定是定義祝福他 他的聖程是公義公平的 他充滿愛的 所以信教他的人 他會定義去愛他 去祝福他 他一定會保守他 這是他的聖程 下一項是他的心態 他的心態就是 我定義我的心態 就是提到他的動力 他的動力是什麼呢 他出於什麼來 為何會這樣公平 原因就是因為他裡面 他在神的那個心裡 他完全想事情是公平 和很想在審判台前的時候 每一個人的行為和他的生命 是人看得到 真是會看得到神的公平 就是神的動力 即是在一個絕對的 當人將來 我們有一天在審判台前 我們會分析所有神做的事 就會發覺神彰顯他的公平 即是他的動力 他一方面就是愛人 他愛他的動力 他也同時有一個動力 就是要彰顯他的公平 即是會在我們一生 和將來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他的愛 即是他有這樣的心態 很想人看得到神的恩典 和很想人看得到 他的公平一定將顯出來 世人始終會看到 好了 那恩典是什麼呢 恩典就是說 他會跟從他的人 即是私人都說到 他如何多次幫他 即是神就會多次幫他 他的恩典就是他會幫他 祝福他 即是神會各樣在他身上做一些好的事 好了 計劃 他如何計劃呢 我不是要你查經五樣都說完 不過在你注目 你可能在五樣中其中一點 不過我們的思想習慣 什麼都事常去思想神的 在這五方面 好了 計劃就是 這個二人的確會有很多困難 其實我自己數回我一生人 由我小時候一直成長 我受過很多迫白 很多困苦 被人罵傷害 在我身上很多 但是神的定義是什麼呢 他會定義 雖然我經歷很困難 他的定義會幫到我 將來學到如何不被人影響 他是定義他的計劃的 他的計劃就不是他會令到人傷害我 是他會在這個過程中 他會在我腦裡做事 他會在他計劃的 他會在我腦裡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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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他們不好 我為何要給他影響呢 一路將這件事在我腦裡做事 就是他這樣的計劃 他會使用每一個對我不好的人 和一些對我好的人 他們的作為 神可以透過這些作為 和一起的計劃 將我改變成為一個 一方面我會很珍惜好的人 我又會很憐憫人 但另一方面 我又會不給惡人影響 這就是神的定義 神在這個經文 也會定義 祝福這個詩人和所有聽從他的人 他會把很多的因典給他 就是他有這個計劃 而那些惡人 他又會定義去 其實第一 他定義去拯救他 他定義去使用不同的人 去感動他 不過他又不聽話 神一會感動感動 最後他都不聽話 的時候 神也定義在他身上 要懲罰他 要將他公義 然後又行動 最後行動就是神會 神會在這個疑人身上 彰顯出他的恩典 他的能力 他怎樣是公平的 而在這個惡人身上 他都將他公平 但說哪一樣 和怎樣說 是在乎你們 不過現在我想你們去習慣 看經文的時候 去思想到 和主題有關的神的 就是他的性情 他的心態 他的恩典計劃和行動 這個是我們可以 從經文學到的時候 當你看的時候 你每一節看的時候 這個結論也是由整篇詩篇 拿出來 然後你再看的時候 每一節你就會看到 這個結論 尤其是由開始 第十六節開始是轉機 即是他開始去想 例如你看十六節 我思索枕能力百者是 眼看實是為難 有這句經文 我們可能會看到 以為 現在我把它放入經文裡面 為甚麼呢 因為我有了這個 整個經文 我有了這個二年 我要把它應用出來 他在這裏 要怎樣令我明白這件事 其實看了以後 背後是甚麼 背後神做了甚麼 神背後令到他思考 那個思索 怎能明白這事 眼看實是為難 他的眼睛看到困難 他在想 我怎能去明白 但為甚麼他會去想 他會去想 就是這個 他會去想 都是因為神感動他去想 即是我想 你經常都會 看到人的事情 都會經常想到 神會有做甚麼 但很多人只能看到他在這裏 在這裏明白 我思想怎樣明白 其實不是真的他自己發出來的 是神一路感動他 所以他會去想這裏 好了 然後他便會走去聖所 即是可能他便會去想 去親人神 這個也是神感動他 叫他立志行事 他在想一想 然後他的腳便走去聖所 去親人神 就在思想 但他思想的時候 其實神一直有恩典 一直帶領著他 即是神一直帶領著他 然後他當他思想的時候 神就給他看 你實在把他們安在或地 死他們掉在沉門之中 其實神是有公平公義的 你是真的報應他們的 在他們身上 你是有審判的作為的 即是十九節 他轉眼之間成了何等的荒涼 他們被驚恐滅盡了 他看到這些惡人 他未必看一個惡人 他看很多惡人 他們其實怎樣成為荒涼 這也是神感動他 讓他看透這件事 明白到這件事 即是從頭開始思想 到開始有結論 第二十節 神又給他一個實物教材 神又給他一個實物教材 在神的眼中 看到他們的生命 看到他們的影像的時候 看到他們真的好像在夢中 其實是虛幻 很虛幻的 神又給他一個這樣的圖 看到世人的虛幻 由因此 我心裡發酸 肺虎鼻刺 我只要愚昧無知 在你面前 蓄如一般 這些事情 令到他的心靈有反應 你只要看二十一節 不知道為何他發酸 肺虎鼻刺 第二十二節就知道為何 因為神啟示他的圓會 所以他其實是悔改 他是悔改 我現在才知道原來如此蠢 好像蓄來一個 一邊只是在他外面 就給他影響 神引導他 以致他想通了 哇 原來 原來我是這麼蠢 我看不到 知這麼蠢 第二十三節 然而我常與你同在 你參與我的右手 原來我常常有跟你在一起 即是 那句說話 他說都是 I'm always with you 原來我常常都有你 即是 這個譯做 我常與你同在 因為通常我們說 神與我們同在 這裏就是我與你同在 I'm always with you 即是原來我常常有你陪伴 我翻譯會比較好些 我原來常常有你 你跟我一起的 這樣比較 I'm continually with you 即是看你怎樣翻譯 因為 他這裏翻譯就是 我與你同在 我與你同在 因為這個好像用神的角度 神與我們同在 他說我與你同在 但是他 I'm continually with you 即是說 我是時時與神在一起 其實這個重點就是 神經常陪伴我 大家能否拿到這個意思 這個重點不是 我呢 好像神在這裏 我經常與神在一起 他的重點不是這個 而是 其實原來我經常都有你 我沒有你 我經常都沒有你 是有你在我裏面跟一起 所以這個中文翻譯 我常常有你比較好些 常常有你與我同在比較好些 常常有你與我同在比較好些 原來我常常與你與我同在 你參著我的右手 你扶持著我 原來你帶領我 原來我明白這些事,這句主要是祝福 神原來如何祝福我 但另一件事,他的過程想透的事 都是因為神與我同在,參與我的人手 一直參與我的人手 由二十四節,你要以你的訓言引導我 以後必接我到永遠 這就講到今生和內生 神原來你用你的說話來引導我 他的聖情經常愛著我,看著我,一直引導我 而且祂會紀念我所有的愛祂 祂會接我到永遠,將來會在永遠裡錄 二十五節,除你以愛,天上有誰 這就是神感動到祂,去到一個位置 哇,神你這麼好,我還有誰呢 這是一個感恩的感嘆來的 我有你真的好得不得了 除你以愛,在地上我也會有所愛慕的 即是根本,他看透了 原來我愛慕的,有你就足夠了 不是愛慕好像有錢的人那些 我愛慕,有你已經足夠 原來你這麼好的,醒悟了神的美好 二十六節,雖然我身體和心腸會衰拆 即是我會老,一直會老 但我,但神是我心裡的力量 又是我福分直到永遠 即是神就是,他的聖誠就是 他充滿力量,又很想給人 他的福氣又很想給人 他的聖誠就是很想分享,很想祝福 二十七節,遠離你必死亡 這就是神的公平,他們一定會死亡犯你 你行邪淫,你都會滅絕他們,一定會懲罰他們 我親近神是與我有益,這裡有個結論 看得到什麼呢?與我有益 這是另一個經文,是對我有益處的 對我有幫助的,是祝福我的 可以為我的避難所,好叫我述說你一切的所為 原來你是對我有益,即是神的聖誠 就是一定祝福祂的子民 一定會求祂的國度,神一定會祝福的 於是我的回應,即是每一句我去看 這是他的體會,即是蒼特是體會 我體會到親近神對我益 於是我的回應,我依爺說 為我的避難所,好叫我述說你一切的作為 於是我的結論,神是我的避難所 就叫我述說你一切的作為 就不受這個人影響了,我就經常張怨你的恩典 而他能夠去到這個位置,都是神一路 在他親近神的神一路,在他心中感動 所以我們另外看到一件事,就是神如何改變他的思想模式 他對世上,以及對他自己的看法 對神的恩典的看法 其中一個結論是天上有誰 他看到神的尾線,他看到神是祝福的 他看到他的回應就是很想述說神的作為 當你用神的角度看,你就會看到這些 當他這些改變的時候,神一路會看到神的作供 所以我希望大家時時都會好像我這樣 喜歡神的樣子 他的聖情,他的恩典,他的作為真的很美好 你就會讓他的心很歡喜,很喜歡他 看經文就會經常看到他的作為 順便看他的美好,然後將他在經文裡面發掘 然後在英文現用出來 看完這個經文會令我們更加讚嘆神 他本來是一個懷疑神的狀態 是覺得神不公平 然後神在他裡面做工 他就看到原來其實這些人都是很慘的 他就看到原來神一直陪著我的 你一直在我裡面做工的,一直改變我的 以至最後他會讚嘆 除你之外,我天上有誰 在這個詩篇中看到神那種美善,將這個人扭轉過來 神那種能力,他那種改變人的能力 你都看重這個詩人 雖然這個詩人開始的時候是在懷疑神的 但是神也會將他改變 所以當你用神的角度看的時候 你純粹用人的角度看就是他抽頭懷疑 然後他就想通了 其實神是公平的 用人的角度看,但是用神的角度看就是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是神都依然沒有放棄他 在他裡面一直感動改變他 以至到他最後整個人改變了 讚嘆神的美好 所以其實他是發言神聖情的 他說就是天上我誰 即是他講到神的美好 而且他要述說神的作為 他很想告訴別人 神的一切作為 他會怎樣欣賞神 他也看到當人軟弱的事 肉體衰敗又怎樣呢 神是我的力量 我怎樣衰殘都不受影響 那你就會越來越欣賞 欣賞神在這個過程中 神的工作 欣賞神的美善 我很感謝神 將這個教導賜給我 我很想人經常都看到神 真的好多不得了 但我希望你們能夠簡單 首先簡括地看這個體驗經文 簡括地講出神那種的聖情 他的心態、恩典、計劃 和行動 當你一直看的時候 整個經文看就會看得到 其實我很多年 我查經過的顏色筆 對我很大幫助 還有我寫一、二、三、四 我會顏色筆看 這是神的作為 這是人的作為 因為三個顏色 一個紅色就是神的恩典 然後藍色就相反 就是神的警告、懲罰、審判 然後綠色也是律法 藍色、綠色也是律法 綠色就是我們做甚麼 我經常看慣到哪些是神做 哪些是我們做 哪些是我們的回應 所以我就會說出 例如第28節開始 我親近神是我與我有益 這是他的結論 他有一個understanding 原來我發現一個事實 親近神對我有益處 他達了一個結論 我一看的時候 我立即會看得到 就是因為我多年分析聖經 下面一部分 就是他的回應 我以為我的避難所 就是我的行動 我就會看他為我的避難所 我就會有甚麼行動 我就會叫我述說你一切的作為 第25字 也是一個結論 除你知我天上有誰 也有一個回應 原來有神是最好的 天上我只是有神 這不是只有一個結論 而是我真的會把神 看我最寶貴的 除你以外在地上 我有沒有有愛慕的 他講到我最愛慕 但跟著他也是一個表現的行動 我真是愛慕神 即當你分析聖經慣了 你一看 你會知道他是什麼 即是知道他是人的回應 人的思想分析 人對神 因為神對人 是思想 決意行動 思想意志感情 是哪樣呢 如果這樣來講 這個經文 思想意志感情 第25字 思想是什麼呢 就是天上我只有神 這是一個思想 意志 我單單以神為我所有的 感情 我和神有這麼深的感情 以至他是我天上唯一有的 不是每個經文都有這種感情的回應 這個經文有感情的回應 譬如 耶穌問門徒 人說我是誰 有些回應是沒有什麼感情的 他說你是以靈雅 你是以靈雅 是先知你的一位 耶穌說你門 我說我是誰 當彼得說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兒子 這是第一個信念 思想 我知道你是基督 是神的兒子 他也包含了一個意志 他就是 你是我的基督 是我的神的兒子 是我的舊主 而且他有感情 他很喜歡耶穌 你感覺到他說的時候 他很喜歡耶穌 所以這句說話 他表現出那些感情 當我們看若拿 。神叫他離離離離便轉逃 。其實是表事的是什麼感覺呢? 是一個負面感情 他是覺得神不公平 而神不良 即每一句說話分析它表現思想意志感情 一有一個靈 你就會分析聖經和人的說話 就能夠分辨出來 這是需要時間建立 以至一看經驗可以立即明白 牧師的《佛願神聖誠》 就是茶經的一種辦法 就是輔助式 茶經是讀《佛願神聖誠》的方法 最主要是為何要用《佛願神聖誠》 這個其實是神給我教導的 有不同的茶經方法 茶經方法就是 Who, Why, What, Where 就是這幾樣東西 哪個人為何這樣做 做甚麼 在哪裏有一個 When 他們會查出這些 但通常茶經法都是最後結論都有形容的 就是形容 在我們生活中 但我發現通常茶經法 很少用神的角度去思考 我少發現這件事 我們讀神學時 就學過神的聖誠是甚麼 但我在實際茶經時 我見到很少人這樣做 其實當我經歷聖誠之後 我就覺得神很好 會將他的愛湧入我心裏 我覺得神很好 接著我便去思想 我怎樣得救原來神 如何透過多少個人 甚麼機會在我身裏做功 我開始在聖經裡面 其實我過程都這樣 好像我正在說的那樣簡單 我現在把他簡單了 我開始看聖經時看到神如何透過人去感動人 譬如彼得跟彼得說這句說話 他說:「我因為你祈禱,叫你不至於失去信心,你回頭之後,我要經過你,你要經過你的弟兄。」 這句說話的包含是你未犯罪,我已經一早知道你犯罪 我因為你祈禱了,叫你不至於失去信心,就用神的角度去看 神的角度已經老早已經看了這件事 我發覺不是那麼多人用神的角度去看聖經 但其實聖經是用神的角度的 神創造萬物,人們不聽話,神是如何拯救 以色列人不聽話,神又定義祝福以色列人 看得到神是如何定義祝日,然後祂為何在身上成就救恩 成就救恩,門徒不聽話,神都一樣祝福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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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祂 主要性是神作為神的恩典,神如何救我們 但太多人,因為人始終是喜歡用人的角度去看 就不是用神的角度去看,因為這是抽離的 好像子女很少想父母怎樣看 直至子女做了父母,他開始會明白父母的心 神讓我用神的角度去看,我就越看越覺得精彩 所以我覺得《茶經》是很精彩的,我看這個經文,我也覺得很精彩 看到他的改變,看到他如何由懷疑的狀態變了改變 我覺得很精彩,看到他最後如何讚嘆,是很精彩的 所以我也希望人,這是《茶經》方法之一 但我覺得《茶經》方法是令我更加明白神,將我生命很大的提升 所以我很想將這個方法傳開去 是一個《茶經》的方法 這一定是《茶經》的方法 《茶經》的方法,很多人都沒有用這個方法 這不是唯一的《茶經》方法 《茶經》有很多人不同的方法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方法,神教導我 為什麼呢?我們最終是想認識神 《茶經》方法是幫我們認識神 更加高度、深度 《茶貓》 《茶經》 《茶經》